我们今天要继续沿着保罗写给提摩泰的这封书信 来一同的思想上帝对他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心意 对我们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从提摩泰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让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实物 就是神所造就要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泣的 都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 保罗在上一周我们看到保罗以一种优美的诗句 写下了基督教会所坚守的那个敬虔的奥秘 那接下来保罗在第四章又回到了假教师的问题上 所以这个是整个提摩泰前书最关键的问题 保罗要处理的 就是在以弗所教会所出现的这些假教师 他们很可能是起初在以弗所被案例的一些长老们 保罗在离开以弗所之前 他把这些长老们叫过来 已经预言了将来会出现豺狼进入到他们当中 而且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会有人兴起来 做这样的豺狼 所以保罗在第四章又回到这个假教师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第一世纪 魔鬼就已经借着假教师渗透到教会里 所以用很多似是而非的教导去引诱信徒离弃真道 所以今天同样的 我们在面对教会的光景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的预备 不要惊讶 看到有假教师各种各样的假教师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时候 不要惊讶 因为在第一世纪在保罗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 教会在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 教会会一直与各样错误的教导征战 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兼顾我们的信心 就是领受正确的教导 领受福音的真道 来抵御虚假和错误的教导的渗透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要从第一到第三节来看 魔鬼虚假的教导 魔鬼虚假的教导 然后接下来从第四到第五节 我们要来看上帝真实的教导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虚假教导的根源 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虚假的教导的根源是什么 第一节说圣灵 明说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了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首先在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 虚假教导的根源是魔鬼 是邪灵 面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假教师 和各种各样错误的教导 可能提摩泰会感到非常的无所适从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觉得很吃惊 怎么会保罗刚建立这间教会 这个根基很稳呢 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假教师 而保罗提醒他说 不要觉得惊讶 因为圣灵曾经明确地说过这一点 圣灵清楚地预言过 在末后的日子 在后来的日子 这里的后来的日子指的就是末世 有的时候我们对末世的这个概念 可能不是特别的理解 末世并不是指的离我们很远的时间 以后未来就要末世 保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就已经在末世当中了 所以保罗指的他和提摩泰 所生活的那个第一世纪 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生天之后的末世 就已经开启了 所以圣灵明说末世的时候 会有人离弃真道 所以离弃真道的事情 发生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 所以圣灵所说的是指的 他当时那个就是末世 所以我们跟保罗 同样地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那末世出现的假的教导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导致的结果是 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了引诱人的 邪灵和魔鬼的话 你可能会想 圣灵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 我们在圣经里面 有没有找过这样的记录 你可能会去找旧约 旧约里面会提到 比如说诞音礼书会提到 末世会有大艰难的日子 耶稣基督曾经在地上预言说 在末后的时候会有假先知兴起来 行神迹一能会迷惑人等等 那这些预言相对来说比较笼统 所以提摩泰应该知道 会有假教师假先知出来 但是在以弗所 怎么是这么明确地会在以弗所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保罗曾经离开以弗所之前 圣灵借着使徒 曾经预言了以弗所教会 一定会出现假教师 他说我知道我去以后 必有凶恶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然后保罗说 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 说被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九节 所以保罗作为使徒 就先知性的使徒 他曾经对以弗所教会 发出这样的预言 所以保罗提醒提摩泰 你要不要惊讶 尽管这些假教师出现在教会里 并不意味着上帝失去了控制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的时候 我们会想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上帝 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是上帝 我可能不会这么干 我可能做得比你更好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上帝永远在掌权 在各样的错误 虚假的教导 各样的抵挡真道的事情发生的同时 上帝在掌权 而且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上帝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上帝每一步都不会做错 就借着这样的假教师的兴起 上帝依旧要实现 他自己的应许和承诺 所以上帝以极其伟大 不可侧度的方式 在同管着伴有 包括邪恶的势力 也在他的掌管之下 包括假教师的出现 这一点会让那些真正倚靠上帝的人 得到极大的安慰 我们不必惊慌 在面对各样的这种假教师出现的时候 我们依旧可以信靠上帝 接下来他说 有些人会离弃真道 这里面的离弃 指的是主动的背叛和反抗上帝 放弃真道 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个词 就是叫做apostasia apostasy 英文里面叫做背道 背叛了这个真道的意思 所以这些人并不是单纯的非信徒 在外面有很多非信徒 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 或者听过福音 抵挡福音 没有信主的 他们是非信徒 他们没有信过主 但是这些人他们是曾经宣告自己是有信仰的 曾经接受福音 并且进入到教会里 也领受圣离 也跟其他的信徒一样 但是他们有 在他们的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他们离开了这个福音 他们拒绝了这个福音 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主动地放弃或者离弃福音 而这些人离弃真道的表现是什么呢 离弃真道的表现是 他们不是变成了一个世俗主义者 他们不是变成了无神论者 他们的表现在以赴索教会是 他们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他们还非常的热衷于宗教 但是他们所信的这种宗教的思想 所信的这个信仰 他们也是有信仰的 今天有的人天天说我是有信仰的人 这个话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信仰的 问题是你的信仰信的是什么 你可能有的人说我有信仰是说我信超自然 信超自然的东西的各种错误的教导多得去了 从历史历代的信仰这种 除了物质世界之外的这种超自然的世界的 有很多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不是所有说你有信仰就可以 你要信的是什么 你信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启示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些人离弃福音之后 他们依旧相信一些超自然的东西 但是他们所信的不是福音 而这里面保罗说他们听从 这个听从这个词很重要 听从这个词指的是他们非常的忠心的跟随 英文把它翻译成devotion devoted 他们把自己的全身心都奉献给这种教导 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投入进去的这个意思 他们放弃了对基督福音的忠诚 而转去忠于那些异端和错谬的假教师的教导 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 特别的热心 特别热心 但是他们的热心放在了错的地方 他们热心于各种各样错误的教导 但是你跟他们讲福音 他们就嗤之以鼻 你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觉得这个对吗 这个好像听起来 对吧 我不太相信这个 但是你要跟他们讲点别的 对吧 哇 眼睛睁得老开了 对吧 你跟他们讲点这个世界末日都会发生点啥事啊 哇 这个眼睛睁得特别大 你跟他们讲一讲宇宙分几层啊 每一层有什么各种不同的灵界啊 各种天使长什么样啊 有没有翅膀啊 什么颜色的 这个他们都特别特别热衷 所以热衷 热心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错误的东西 如果你热心在正确的教义上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的热心放在了错的教义上 你就会越陷越深 对吧 就更难 更难去拯救 所以保罗 保罗说这些人 他们忠诚地跟随着鬼魔和邪灵的教导 保罗这句话其实很可怕 因为保罗是在说 这些假教师们 在以弗所的假教师们 他们的教导 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作为人 所犯的一些解经上的错误 或者是一些这种 一不小心说错话等等 不是这样 保罗说 这些假教师们教导的背后 有一个属灵的根源 你今天听我的讲道 你也可以挑出来好多错 有的人喜欢挑我的错 可以 你是能挑出很多错的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人怎么这么有闲心 但是这些错误是 可能是由于我的无知 或者是我口才不够好 对吧 说错了话等等 但是这不同于虚假的教导 但你说虚假的教导的时候 你在说的是 保罗说这个教导的背后 有一个属灵的力量 有一个根源 他在指导着这种教导的思想 而保罗说这个最终极的根源 是什么 最终极的根源 保罗说是邪灵和鬼魔 魔鬼正在用一种方式 在入侵着上帝的国度 而这种方式是通过教导 通过一种虚假的教导 所以有的人说 我去教会 我就去各种不同的教会 我都去听一听 我都去取取经 对吧 你千万别敢这么做 因为魔鬼 借着教导 在入侵上帝的国度 所以你这个也听听 那个也听听 对吧 我也听听 Joe Austin讲的是什么 我也听听 这个魔门教讲的是什么 我也听听 这个 什么这些 对吧 耶和华监政人讲的是什么 你什么都听 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因为魔鬼是借着虚假的教导 来引诱人离开上帝的国度 所以这是教会深处的这场战争 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一场捍卫福音的战争 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 你们是身穿军装的一群战士 你们是上帝的军团 你们还记得吗 回去听以弗所书 保罗说我们不是在于属血气的争战 我们是在于空中掌权的邪灵在争战 所以这场与魔鬼争战的实质 就是关于福音真道的争战 是一场关于教义的争战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虚假教导的根源是魔鬼 那么接下来第二节保罗告诉我们 魔鬼所使用的工具 虚假教导的工具是假教师们 第二节说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保罗说这些假教师们是说谎的人 是假冒的 就是是伪装的 他们进到教会里 他们或许有这个职份 他们或许有这个头衔 或许是某某著名的牧师 某某著名的神学家 某某著名的灵性大师 冠上各种各样的头衔 给你刷他们有多少的这个粉丝 有多少跟随者 对吧 YouTube账号上有多少这个点赞 但是他们是假冒的 他们是伪装的 然后保罗说 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一方面被热铁烙灌了 指的是他们的良心是硬的 刚硬的 他们的良心是没有办法去运作的 一个温柔的良心是指的是 他是对于罪是敏感的 一个敏感的良心 他知道什么是犯罪 当他知道说他在犯罪的时候 他的良心会控告他 但是一个被铁烙了的良心 就是他已经失去生命力了 他已经无感了 他犯罪的时候 当他抵挡上帝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有任何的羞愧 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羞耻感 所以当他们奉上帝的名 说那些上帝没有托他们说的话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奉上帝的名 说谎的时候 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但是第三条界面告诉我们什么 不可网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这条界面非常的重要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界面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不可网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这条界面告诉我们 不仅你不要用你的言语去亵渎 去怠慢上帝 你也不可以奉上帝的名去说谎 不可以当上帝没有向你启示 向你彰显一些什么意象 去奉上帝的名说 上帝今天又对我说什么 任何这种很轻蔑地去使用上帝的名的方式 都会招致咒诅 我们今天不相信这个 我们今天觉得 反正我随便提说上帝 耶稣 苏哥 这种说法 轻蔑地去指向上帝本身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在为自己招致咒诅 因为我们今天不相信超自然 我们不相信上帝真的会咒诅人 但是上帝真的会咒诅人 上帝咒诅不是说 哎呀我突然就生病了 我今天在网上看有一个人说 他之前不相信这个 然后他就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 然后就一个劲儿的亵渎上帝在他的心里 这什么破地方啊 这帮老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上帝也就 然后结果第二天他就说不出来话了 然后他就真的害怕了 他就真的信了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 这是上帝还怜悯他 你知道吗 上帝如果真的现实报 是上帝对你的怜悯 上帝不怜悯你的方式就是 不管你 任凭你这样 最后留到末日审判的时候 所以上帝对人的最大的审判 就是他今生不再去让你发达 让你觉得说 哎这样也无所谓嘛 对吧 这是上帝最可怕的咒诅 就是他不再提醒你 不再警告你 不再劝你悔改 上帝不再派遣先知 对他的百姓说话 那个时候是上帝最大的审判的时候 所以先知会说 当上帝审判的时候 全地都寂静 没有声音 让你找不到上帝 但是今天上帝还在继续向你说话 今天上帝还在不断地呼召你悔改 不断地提醒你 不要去网称上帝的名 你要知道这是上帝事情的怜悯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 不要随便说上帝又跟我说话了 上帝又给我了一个异象 对吧 上帝又昨天晚上睡觉 又跟我说什么 不要说这些话 轮不到你 轮不到你 圣经已经写作完整 而如果今天再有人过来跟你说 上帝又跟我说话了 劝劝他 劝劝他 我说真的 劝劝他 不要网成耶和华的名 你要么是无知 要么你是一个假教士 这是良心被铁唠过的一个含义 就是这个良心是无感的 他不觉得这有什么 那另外良心被铁唠过的这个表达方式 和前面提到这些教导是鬼魔的教导 表明的是这些假教士 他们的良心好像被鬼魔印上了印记 他们是魔鬼的仆役 他们是魔鬼的奴隶 还记得在古代的时候 这些奴隶他们身上都会有一个烙印 你是谁谁谁的 有个编号印到你的身上 在奇书里面会提到说 到末日有这个兽印 兽的印烙在这些人的额头上 表明他们是属于魔鬼的 属于兽的 所以保罗也是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指的是他们的良心上有这样魔鬼的烙印 他们自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 牧师 教师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魔鬼的仆役 他们不认识基督是谁 他们不了解基督的福音 但是他们也上过神学院 也被安立过 但是他们讲的不是福音 你去听他们讲到 你永远听不到福音 你听到的全都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前段时间听有人说 就是在我们的南加州 有一间教会的牧师竟然是教鬼的 有牧师教鬼的 你知道吗 有教会里的信徒教鬼的 结果被鬼算账了 然后跑去找牧师 要求他祷告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这些事情都是 逗小孩玩的事情 真的有 魔鬼的仆役 化妆成光明的天使 在教会里面 担任牧师 担任职份 读过神学院 对吧 也避过夜 也被安立过 但是他们是魔鬼的仆役 所以你需要怎么办 你说我这在防不胜防 我也没有一种特殊的工具 可以 对吧 一照 一看一照妖镜 一照 你是魔鬼的仆役 那我怎么办 我用什么去分辨 用教导 用他们的教导 你听他们讲的道 而你去对照福音的教导 你就可以分辨 他们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那个 那个教鬼的牧师 讲道都讲什么呢 讲一些心灵鸡汤呗 讲一些道德劝戒 怎么做好人 怎么做好事 但是他是教鬼的 所以这是接下来 保罗告诉我们 在以赴索当时 这些假教师 他们教导的内容 第三节 虚假教导的内容 第三节他说 他们禁止嫁娶 又禁戒食物 保罗用这两句话 来总结他们的教导 前面第一章的时候 保罗提到了 以赴索假教师们 热衷于讲律法 讲家谱和神话 而在这里面 保罗更进一步指出来 他们具体教导的 一些教义上的问题 不仅仅是他们 所使用的文本 他们所教导的 这种教义上的结论 是一种禁欲主义式的 或者是律法主义 一种禁欲式的律法主义 具体来说 就是禁止人结婚 或者再婚 并且严格地遵守 饮食律 并且禁食 这是当时 在以赴索的 这些假教师们叫的 那我们可以大概从 历史的这种思想 去研究 到底他们受到了 什么样的影响 导致这些错误 有几种思想 一种是过度实现的末世论 就是认为基督的国度 末世的国度 今天就已经降临了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就是已经复活之后的天国 在那里面没有嫁娶 所以你们今天也不能嫁娶 我们完全都是按照 末世的天国的 那个伦理观 来应用在今天 另外这种禁欲主义 是来自希腊的哲学思想 这种物质与灵的二分对立 物质和肉体是邪恶的 所以我们需要禁接这些东西 物质是一种必要的邪恶 你吃东西是为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有多好 而是因为你必须要活着 如果你能不吃你就不吃 要进食 因为这些东西会污染你 会使你变得不圣洁 另外关于这个饮食 还有一层是犹太教的 律法主义的影响 就是按照旧约的饮食律 把一些食物当作是不洁净的 并且把这些礼仪律 应用在新约的信徒身上 所以你来到教会 这些假教师告诉你们说 让我来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基督徒 先把猪肉借了 不能吃血肠炖豆 不能吃这种 什么龙虾 这些都不能 都戒掉 你知道吗 你得跟着我学 你跟着我学 跟着我修炼 你就能变得越来越高超 先把猪肉借了 这就是以赴索假教师们的教导 那这种禁欲主义 的这种律法主义式的 这种教导 会对那些向往宗教的人 很有吸引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你在身边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他们很喜欢宗教 很喜欢这种精神世界 而他们特别热衷于 跟从各种各样的 这种禁欲式的思想 或者是一种律法式的思想 就是要找到一个秘方 要找到一种 一种独门秘籍 对吧 要这么修炼 要靠着这条路 我只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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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我就可以变得更加高超 中国人有这种习惯 有这种思想 因为我们的武侠小说 对吧 各种武林秘籍 你知道照着这本书练 你就是能练成天下无敌 对吧 那其实在各个文化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 因为这种禁欲主义 会在表面上呈现一种 与世人不同的 对吧 与众不同 超凡脱俗 一种表面这种敬钱的 这种现象 他不能吃猪肉 能够为了自己的信仰 放弃猪肉 真的是 真的是值得人尊敬 在很多宗教里面 都强调这种禁欲主义 在东方的佛教 僧侣禁止结婚 强调要摘戒 进食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要戒肉 因为杀生 对吧 这种观念 特别强调这个 你一提到和尚 你最先想到的就是 和尚不能吃肉 和尚不能结婚 对吧 保罗就提到这两点 你说保罗咋这么巧 你一想到西方的修道士 你想到什么 不能结婚 不能吃肉 西方这种大斋期 这种节期到大斋期 不能干嘛 不能同房 不能吃肉 所有的这些 伊斯兰教也是一样 到了斋戒的时期 白天不能吃东西 伊斯兰教不能吃猪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涮火锅 都跑回民店里去涮火锅 因为他们确定没有猪肉 所以你会看到 很奇怪的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当他们开始去想到说 让我们来搞一套 与众不同的这种 体现我们圣洁 敬前的这种方法的时候 全是这两点 有意思吗 所以这背后是一个同样的力量 禁止结婚 性上的禁欲 和饮食上的禁欲 这是魔鬼在各个时代 在各个宗教里面 所散布的假的教导 透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变得更圣洁 你相信吗 你试试 哇 我一个月没有同房 我感到我浑身都 变得非常的洁净 我一个月没吃猪肉 哇 身清如燕 这都是魔鬼的教导 保罗竟然说 这种禁欲的律法主义 是魔鬼的教导 这是否颜值过重呢 有人可能会想 这有什么 这很关键 因为这这种教导有三方面的错误 首先这种教导攻击了上帝创造的美善 他把物质当作是邪恶的 灵和精神才是高尚的 贬低了上帝创造的美善 第二是因为这种教导 把我们的目光 关注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吃了什么 关注在自己身上 而把我们的目光转移 转移离开基督 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上 第三是因为这种教导 会挟制我们的良心 本来没有在上帝面前 没有道德责任的事情 我们反而觉得是犯罪 你在上帝面前今天吃猪肉 上帝是不会因为你吃猪肉审判你的 但是因为这种教导 你的良心被捆绑了 你会觉得 是不是上帝不喜悦我吃猪肉 当然你只吃肥的也不太好 肥的瘦的一起吃 但是你吃什么 在上帝面前是没有道德责任的 但是这种教导会让信徒的良心被捆绑 使他们无法平静 每天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保罗在后面第五节会处理婚姻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面他主要处理的是饮食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要来看的是保罗怎么用上帝真实的教导 来回应假教师的教导 第三节的最后部分到第五节 保罗说 他们禁止的这些东西就是神所造的 叫那些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泣的 都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所以保罗这段话他好像有点重复 但是他提到两个基本的思路 一个是他提到了上帝 上帝对于这些食物来说 上帝是创造他们的主 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 上帝也用他的话语捷径他们 使他们成为捷径 使他们成圣 然后另外一个思路是从人的角度 这些食物是叫那些信服真道的人 感谢着领受的 所以信的人面对这些东西 他们要感谢 他们要领受 若感谢着领受 没有一样可泣 他们不应该弃绝这些东西 而他们应该为此而祈求 使这些食物变成圣洁了 所以保罗的这段话 也正是从这三方面 回应了假教师的错误的教导 首先保罗回应了他们对 创造的教义的扭曲 他说保罗说食物是神造的 他的目的是给他的子民领受的 第四节他进一步指出 不仅是那些被他们视为洁净的食物 包括那些被律法定义为不洁净的食物 也是上帝造的 而上帝造完万物之后 上帝说什么 这是好的 上帝没有说这是不洁净的 上帝造完了说这一切都是好的 所以上帝称他们是好的 你敢称他们是坏的吗 假教师的教导 与上帝创造的目的相违背 如果上帝称其实是好的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我们应该感谢着领受 所以这是回应第一个这种错误 就是对创造的扭曲 第二接下来保罗回应了 这种律法主义的思想 靠行为称义的思想 或许有人会问 难道旧约的摩西律法里面 不是写着一些动物不洁净吗 上帝不是禁止以色列民吃吗 那我们该如何去解释摩西的律法 这也是出在教会的困惑 我们看到在新约教会当中 很多教会都有这些困惑 因为饮食律引发的争议 在耶路撒冷 在安提亚 哥林多 哥罗西 伊夫索 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时间不多 我们简单地谈一下 如何理解这种饮食律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今天在现代的教会里面 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就是本质主义的错误 我谈过很多次这种思想 本质主义 什么是本质主义呢 就是认为上帝给出一个命令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东西的本质有什么问题 这种本质主义的错误 当中分析上帝 为什么不让亚当吃分别圣荷树的果子 是因为那个果子有毒 是因为那个果子不好 是因为那个果子会怎么怎么样 这些就是本质主义 但是圣经告诉你说 上帝可以颁布任何的诫命 上帝可以说亚当不要拔那个草 也可以 所以不要陷入到本质主义的错误 今天很多人解释 这个旧约的饮食律 就是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 上帝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 不让以色列里面吃猪肉呢 哦 因为猪肉里面有细菌 对吧 有寄生虫 为什么不让以色列里面吃龙虾呢 因为龙虾吃了容易拉肚子 还是怎么样 就是一定要从那个事物的本质里面 找到一些东西来 用我的理性说 哦 原来上帝不让他们这样做 是这个原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上帝到了新约的时候 让彼得去吃这些东西 难道猪肉 龙虾 这些事物的本质 在耶稣复活圣天之后 本质发生了变化吗 没有 龙虾还是龙虾的 上帝起初造的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所以问题不是 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样 问题是上帝的诫命 要在那个时期 教导他的百姓什么道理 所以我们看到 立位记第二十章 那里面提到 这个洁净的饮食律 什么是洁净 什么不洁净的 的目的是什么 立位记第二十章 那里面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 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 和不洁净的禽兽 分别开来 看到了吗 不可因我给你们 分为不洁净的禽兽 或滋生在地上的活物 使自己成为可增的 你们要归我为圣 并且叫你们 与万民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名 所以在这段证据里面 上帝把饮食律 和以色列民的身份 联系在了一起 为什么上帝 要给以色列民饮食律 是为了教导他们 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不洁净的 然后教导他们 你们是属于我的 你们是属于我的子民 你们是洁净的 分别为圣的 就好像这些洁净的动物一样 我单纯的用话语 把他们分别开了 而那些外邦人 他们是不洁净的 你们是圣洁的国度 所以饮食律的目的是 为了教导以色列民 他们要归上帝为圣 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而教导他们 人因着自己的罪 在上帝面前是污秽的 所以他们要避免 不仅要避免那些 不洁净的食物 他们在遵行上帝的律法 的同时 他们要避免律法中 规定的其他的罪 他们要远离罪的污染 这是饮食律所告诉我们的 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 旧约的以色列民 他们继续地犯罪 抵挡上帝 他们最后变得只关注 外在的饮食律 表面的敬虔 而忽略了饮食律 告诉他们 真正的内心的捷径 反而他们陷入到 内心的邪恶当中 因此当主耶稣 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教导人说 从外面进到我们肚子里面的 不能污秽人 但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 才能污秽人 并且耶稣强调说 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所以旧约的饮食律 教导我们 因着自己的罪 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不洁净 在旧约时期 如果你是洁净的人 如果你碰了不洁净的东西 你会怎么样 你会变得污秽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律法 律法告诉你 你不能做这个 你做了这个 你就在上帝面前变得污秽了 但是时候到了 当上帝的拯救到来的时候 那个唯一无罪的耶稣基督 那个唯一圣洁的无瑕的羔羊 当他碰了污秽的东西的时候 他有没有变得不洁净 没有 反而那个污秽的东西 变成洁净的 当耶稣碰了 那个血漏的妇人的时候 耶稣自己没有变得不洁净 反而他的血漏止 这个在摩西律法当中 所规定你不能碰的东西 耶稣来竟然去碰了 并且医治了 耶稣来就在宣告说 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来了 摩西告诉你们 你们不能碰 因为你们碰了就会不洁净 但是我来要洁净一切不洁净 我来要使那污秽的成为洁净 耶稣来与罪人和税吏 一同吃喝 把那些罪人变成洁净的人 耶稣来拆毁了 那个阻隔外邦人的墙 把那些被犹太人 视为误会的外邦人 纳入到上帝的家中 因此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 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被洁净 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遵行摩西律法 而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么强调 要抵挡这种饮食律的律法主义 为什么 因为这种思想玷污了福音 这种思想贬低了福音 这种思想认为你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是取决于你吃了什么 取决于你有没有遵行某些规条 而保罗说不 你吃什么不能让你洁净 唯一能让你洁净的 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些不可吃不可拿 不可碰的规条 已经因着基督来被废止了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 第十四节说 我凭着主耶稣 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因此如果你明白了福音的道理 你明白了福音的真道 你就可以怀着感恩的心 接受所有的一切 你也可以吃鸭血豆腐 没有关系 很好吃 我特别喜欢吃 牧师你怎么吃血呢 凡物没有可弃的 如果这个东西是上帝所赐 你怀着感恩的心领受 这就是保罗 彼得所看的异象 彼得去房庭祷告 结果他在异象中看到 有一个桌子给他准备起来 上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 这种按照摩西的律法 来算不洁净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声音从天上对彼得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说这是魔鬼的声音吧 但是彼得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 三次彼得说 我不敢吃我不敢吃我不敢吃 然后这个异象就走了 彼得在异象当中拒绝了这一点 然后接下来上帝就拆他去到 外邦人这个哥林流的家里 罗马人外邦人 然后彼得发现他们也信耶稣 上帝的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不是不洁净的吗 他们不是污秽的吗 但是上帝的灵竟然降在他们身上 如果上帝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 我凭什么审判他们是不洁净的 所以彼得就坐下来 跟他们一起吃了猪肉炖粉条 彼得就跟他们一起吃了龙虾 一起吃了鸭血豆腐 最后保罗回应的是 信徒不安的良心 他向我们保证这些食物是圣洁的 因为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 我们的良心不必担忧 上帝的道已经把他们分别为圣了 这不仅是创世纪当中 上帝宣告一切都是好的 更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道 他亲自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是洁净的 耶稣亲自告诉我们 凡物都是洁净的 福音带给我们良心的自由 如今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是倚靠基督的义 而不是倚靠我们自己 遵行任何规条的义 上帝已经接纳了我们 实物不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 因此我们的良心可以得到释放 可以放心地去真正享受 上帝创造的一切 享受祂赐给我们的饮食 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今天 上帝向我们所告诉我们的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不要去被那些迷惑人的教导 所捆绑 对于那些特别对宗教感兴趣的人 可能你们会受到 这些律法主义的吸引 但是我们需要坚定福音的道理 我们需要坚定地倚靠基督完美的义 放弃我们自己的义 这样一来我们就被释放 怀着感恩的心 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 愿我们能够怀着感恩的心 去送在那个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我们一同低头倒露 天父我们来到您面前 我们感谢您 在今天借着保罗所写下的这段话 再次地提醒我们主 你是厚次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因此我们可以怀着感恩的心 在基督里坦然无惧地去 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我们所靠着自己 无法达到的那个完美的意义 我们如今已经被你接纳 因此我们祈求你 让我们在今天继续借着圣餐 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品尝基督 好叫我们能够被你 能够与你相近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考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